12月4日,三亚警方发布警情通报,网红齐天道为西本引流,经过策划,聘请女子视频中被骚扰女子和演低俗视频,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,造成极其恶劣影响。 目前,海棠分局已依法对孟某某行政拘留时,案件还在记忆不侦办中。 据现象网报消息,记者查阅资料发现,齐天道夫妇曾于2019年因诈骗罪,分别获刑4年,4年8个月。 据公诉机关指控,2014年至2017年间,被告人王静、孟凡斌等人参与互联网上诈骗团伙,该团伙按外宣、接待、培训、财务、投诉处理等分工进行合作,在YY网络聊天平台假借招聘兼职人员之名,以缴纳助会费、软件费、培训费、拔甲费等为由骗取被害人钱财。 其中,王静参与期间,团伙诈骗人民币366万亿元,孟凡斌参与期间,团伙诈骗人民币335万亿元。 实际上,一直在本案宣判前,网上仍有不少齐天道的粉丝坚信,这是一场误会。 粉丝们都不愿相信,在直播镜头下,那个活泼可爱,乐于助人网络偶像,竟会和诈骗犯罪扯什么关系。 不少网友甚至留言表态,他们相信其天道夫妇是无辜的,称我们相信天道是无辜的,我们会等他回来。 然而,庭审当天,记者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法院,结果在法庭内,除了两名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外,并没有看到所谓的粉丝团。 2019年11月8日,法院以诈骗罪,判处王靖有期徒刑4年8个月,并处罚进人民币7万元。 判处共犯币有期徒刑4年,并处罚进人民币6万元。 二被告人,已退出的赃款,供给人民币366,526元,罢还5个被害人。 据悉,网红齐天道,最红的时候拥有4000多万粉丝,号称某短视频APP的一个。